所以我們在你建議的上門表演 所以我們在這個上門表演 譬如說 業務的打開 譬如說 原來透過有本 國二級本書或是看 上了我們幾個數十二分 甚至一年兩年就可以去理解 他們這麼胖大好壞 所以人覺得說 應該要從事有十個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十二分 然後 幫你的手當 這個所謂的圖去畫 他的名口去 把整個的吊子做清楚 所以那個吊子要讓他 活 其實會畫的巨弱性 即使是不像高雄城市的狀態是折� 台灣人其實沒有說 你畫的東西跟歐洲某個時期的 會要風格很像 然後他說我突然以示到自己的 其實並沒有關心自己的生活 就是我們也沒有關心自己的生活 就是我們也生活在台灣這個地方 台灣其實很多 台灣其實在中國文化上 其實 你如果要去研究中國文化 然後到台灣的文化 其實他是 很更深的文化 邁入在 可是我突然 再去看那些東西 我一點都不了解 然後我只是對西方的文化 那時候是覺得不願意做事 然後老師上了一些 西方的一些 就是這種概念 就是說 就是說 他不是什麼東西 也是說 你賦予他的這種 思想 也是什麼時候是開始 想到這樣的話 然後他就能給我們看 這感覺是 就是我們觀看裡面 看到這個畫面 比如說 也在描述當代 其實我會用原子筆 對其實就是現實 現實的問題 就是 可是當 開始在創造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 就會需要從 生活當中去找到一些 更可對 或者是更 更完整的東西 然後就是我又覺得說 就是開始 開始不是在平面上創作 然後就會 就會去 去畫一些立體的東西啊 或者是甚至我的修理 畫戶外的強力啊 然後 就是希望這樣 更多人可以看到 技術 沒有這麼難這樣 然後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去 去 在這個層次當中 然後不斷地去累積這樣 然後 然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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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